現在要做改鞋規正的高級版 改鞋規正通常就是 Standby的狀態下 穩定器Standby的狀態下 來這邊我先講 初級版的改鞋規正先到這邊來 不錯喔 越來越穩了齁 在啟動的狀態下 先關掉 如果你的穩定器 歪歪斜斜的 啟動 好 如果歪歪斜斜的呢 先做Standby 紅燈放掉 它會閃閃一下 好 閃閃一下 這邊 靜置在地上 不要在桌子上 1 2 3 它會亮3秒 好 啟動 啟動如果還是斜斜的 還是斜斜的 像這個樣子斜斜的 但是穩定器一定都會斜斜的 它不會百分之百 目前沒有辦法 它就會隨著電流 電量 電壓的改變 會有斜斜的 那斜斜怎麼辦呢 好 插上這個 先啟動這個 好 已經有連結了 這個叫做 要跟我們要這個檔案 叫做這個 Fairy Jimbo Setting 開執行 開執行之後 你打開是沒有的 那我們就是要 開這個 插上這個 USB插上去 那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你就是關機 好 再啟動 好 好 多插幾下 對不對 好 有聲音了 好 多插幾下 多插幾下 就會出來對不對 如果不出來的話 麻煩你就是要到它的這個 說明書去 我說明書開在這裡 我說明書的連結也會給你 好 它有一個設定 你去設定就會把那個打開了 把它的那個參數打開了 把它連結打開了 好 打開之後呢 首先呢 Open Open之後呢 好 要開到嗎 再一次是不是 電源多開幾次是不是 那個 那個 開的時候呢 軟體還要再開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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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你不要把關機 太久沒操作了 它連線了齁 連線之後呢 連線之後 按STOP 按STOP之後 機器就會回繩了 來 開這邊 剛剛連線的時候 它是死掉的齁 是STANDBY的 按STOP它就回繩了 回繩之後呢 看水平移看一下 好 我這邊呢 開始看 好 調整到你要的刻度 你的感覺有了之後呢 有了齁 水平了齁 好 來到這邊看一下 好 這邊按Safe 好 它就順利存檔完畢 好 再看這邊 有時候會要求比較高的齁 這是 浮陽角 浮陽角 浮陽角也校正完畢了 好 準備存檔這邊 浮陽角現在是-1度 好 這是高階校正齁 通常不需要用到 那 校正完之後呢 還會不會再偏呢 只要是穩定器一定會偏 不用懷疑它就是會偏 沒有那種不會偏的穩定器 好嗎 請注意這個 情況 好 謝謝 阿廳那什麼東西